字幕提供 好 先來看第一個非常經典的謎音 這一則謎音經典到之前直接有粉絲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問我 就是想要我解釋這個謎音他們看不太同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麻醉殼就問外科醫師說 剛剛開刀的大概有多少血呢 外科醫師就說 小於100cc 然後結果手術師血如泉湧 好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我要先解釋一下刀房裡面的配置 因為刀房裡面基本上主要 在刀房裡面的醫師啦 基本上就是外科醫師跟麻醉殼殼殼殼殼 他們算是互相合作 那外科醫師這大家都知道 外科醫師他們就是主刀 今天看他要開什麼刀 外科醫師就要focus在那個刀法 在那個刀工上面 講出來好像沒什麼武俠小說之類的 反正是要focus在他們開刀上面 然後去把他們刀開好 那麻醉可醫師呢他的角色也很重要 麻醉可醫師就是如果大家有看伊隆的話 不知道現在的人有沒有看過啦 那伊隆裡面那個荒賴那個金色頭髮那個角色 就是麻醉可醫師 那伊隆裡面每次都演說他喊在那邊 9876然後病人就會睡著 對麻醉可醫師他第一個任務當然就是要把病人麻醉好 那麻醉大家也不要想說麻醉很簡單 就讓病人睡著不會感到痛就好了 其實麻醉很有學問齁 你一個病人齁我們麻醉當然有分深到淺這樣子 你一個病人麻的太深 麻的太深他就是很倒嘛完全不會動 對開刀來講很好 可是你有時候麻的太深他整個就是大腦太被抑制的狀況下 有時候他的血壓心跳會有改變會下降還怎麼樣 其實是會影響到他的生命安全的 所以我們麻醉麻一個病人其實不能麻太深 那當然也不能麻太淺這廢話 因為麻太淺如果病人還是感覺到得到痛的話 他可能開刀在樹中就在那邊扭 就在那邊扭他其實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會導致刀開不下去甚至劃到別的組織之類的 所以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所以麻醉生徒就是麻醉可醫師要掌握的 一個病人他不能麻太深也不能麻太淺 那麻醉可醫師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就是他要在樹中去監測這個病人的生命真相 因為有時候外科醫師開刀總是會有一些血的流失嘛 那他們也無暇去看說現在這個病人血壓多少啊 血壓多少有時候他們就是要Focus在他們的刀上面 所以這時候麻醉可醫師他們就要去監測 病人在樹中的心跳血壓這些有沒有出現很巨幅的變化 如果出現很巨幅的變化他們可能就要開始 例如說幫病人輸血啊給他輸一點液之類的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刀放裡面他們就是合作無間啦 那基本上這個麻醉可醫師有時候就會去問這個外科醫師 說那現在這個開刀大概流多少血啊 那外科醫師有時候說小於100cc可以手術 是明明就流了很多血 那我覺得這個謎有一點誇張啦 這我覺得也不是說就是外科醫師都謊報還是什麼樣子 大家要了解一下他們怎麼預估出血量的 因為你手術的時候我之前在廢片頻道也跟大家講過 我們手術的時候一定會出血 你化開皮膚然後越開越深 那你總是會出血嘛 那出血的時候呢我們都會用一個叫做suction的東西 去把這個血給吸掉 因為你不把這個組織表面的一些流出來的血吸掉的話 你視野看下去就都是血肉模糊 你沒辦法繼續開下去 所以你在開刀開到一半的過程中有出血 就是會有助手去拿這個suction把血吸掉 那吸掉的血它會被匯留在一個血液的集中瓶裡面這樣子 那匯留到血液的集中瓶裡面 我們通常就會用那個集中瓶的灌數 去預估它到底出了多少血這樣啊 例如說今天開刀我們suction 就是從頭到尾就是整個總夠吸起來的血液 匯到個集中瓶500cc好了 我們可能就預估出血量500cc 可是實際上會只有500cc嗎 其實也不會喔為什麼 因為你吸出來的血只佔它這個人體出血的一部分 其實還有蠻小一部分是屬於 例如說我們有紗布我們會去擦 有時候比較少量的出血我們就用紗布去把它吸掉 這紗布每一片紗布上面都會有血 那又或者是有些比較誇張的狀況下大出血的時候 血液直接噴到地板 噴到被單 噴到布單上面 這些其實都是真實的出血量 因為這些血它並沒有被裝在罐子裡面 所以我們就不會把這些血給預估進去 就沒辦法預估那麼準 有時候我們就以那個罐子的出血量為主 那要預估多少出血 出血多少CC 有時候也是當場外科醫師判斷說的是 有些外科醫師他就會把這些見出來的血算進去 有些就不會 所以就會出現一個狀況就是 外科醫師每次預估可能出血多少 實際上可能都會多一些些 可是不會把人家澄清現在不會像米英講的那麼誇張 那是小100CC結果滿坑滿谷都是血這樣子 那其實對我們內科系的醫生來講 有時候這件事對我們來講也蠻重要 因為有時候外科醫師他譬如說他報說出血很少 minimal 小於100CC這些我們就會比較覺得OK 那有時候他們口中他們都說出血量比較大 可能有5-600CC這些我們就會小心 因為我們就會知道說 5-600CC可能是吸進那瓶子裡面的血 實際上可能會不止5-600CC 我們就會比較謹慎 然後去驗病人的血紅素 然後去決定他要不要輸血 反正這則明明就是跟大家講說 這個我們都知道外科醫師也不是他們謊報 因為他們報的方式他們就是看那些瓶子裡面的血 可以有時候實際出血 就是會比那些估起來的出血量還要多 所以我們內科醫師就要很小心 所以去照顧那些術後回來的病人就要特別小心 有沒有一些出血性休克的一些表象 好這是第一個名音 那第二個名音也是非常的經典 今天就跟大家講兩個名音好了 我每次講一個名音都會講超時 這個名音也非常的經典 這個名音也一樣在講家屬啊 這個機車的家屬啊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內容 當你已經給予治療跟現場家屬病解完之後 然後這時候就會有一個入院之後 從來沒有出現的家屬 為什麼不給我8點滴 然後我們就會傻眼 好這個名音大家應該大概看得懂 那跟大家詳細解釋一下 這之前有跟大家提過一個名詞叫做 天邊孝子症候群 發現醫院裡面很常見 醫院裡面的病人 每一個病床上面有病人嘛 病人就是他會有一個貼身的家屬去照顧他 有時候是看護 那通常比較跟他親近的家屬 就會日以繼夜的照顧他 就會了解他的病情 了解我們現在的治療計劃 了解現在病人進步或是退步的幅度 所以那個人他算是主要照顧者的角色 他就比較沒有問題 跟醫療團隊上的溝通就沒有問題 可是偏偏就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家屬 像剛剛講的這個天邊孝子症候群 是在一些老人系老人客的病房就很常出現 因為住院的病人很多都是這個老年人 可能是一個伯伯一些阿嬤之類的 然後這時候他們有一些子女 住在國外 住在美國 住在澳洲 通常都是那些他們 就是我們可能直覺就覺得 好像比較先進的國家 然後在他們有空的時候他們就會飛回來 那飛回來他們明明就不了解 他爸爸或他媽媽的病情 可是他一回來他就要表現出 對他爸爸對他媽媽的關心阿 所以一回來他要怎麼表現出那個關心 但是把醫護人員叫來罵 欸我爸怎麼這樣子 你們怎麼都不讓他出院 他根本就沒有好起來 欸你們怎麼沒有給他點滴阿 你們要給他掉那個營養針阿 他現在怎麼沒有點滴 你們這禮拜治療怎麼都沒有成果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很傻眼 想說你誰阿 住院以來我們每次來看病人 每次來查房從來沒有看過你 你根本完全不了解他的病情 你也沒有跟我們參與討論 你現在莫名許要出現就開始罵我們 這非常非常的常見跟大家講 因為很多人飛回來看他們的爸爸媽媽 就是要展現出關心他爸媽的那一面 給他爸媽留下好印象 為什麼要給他爸媽留下好印象 因為這我推測阿 不過大家想一下也知道嗎 以後可能會有一些遺產阿 我說實在就是這些 就是這樣子阿 以後可能會遺產一些正語的一些問題 然後當然知道在他爸媽面前 表現出關心父母的樣子阿 那怎麼關心父母 因為很久沒跟爸媽見面 他們長期旅居國外 所以跟爸媽講話總是會有點尷尬感 那如何避免尷尬感 很簡單嘛 把醫護人員叫來嘛 就說怎麼不給我爸最好的治療咧 你們現在治療是怎麼快給我講 我爸目前狀況怎麼樣了 我們就會覺得很傻眼 你昨天平常都沒有出現 現在一來就開始講幹話之類 我們最討厭這種天邊孝子 所以才有一個正後群 叫做天邊孝子正後群 你跟每一位醫師講 他們都知道這是在講什麼事情 因為這太常見 就是這些從來不會出現的家屬 一進來就開始亂罵 那對於這些亂罵的家屬阿 我之前遇到一些師長 他們也是很霸氣 也不會給他好臉色看 大家知道嗎 就直接說 之前都沒有看過你 你是誰阿 我們已經治療這個病好一段時間了 你從來都沒有出現 你了解他的病情嗎 看到跟到那些師長 就覺得他們真的是很敢 就是直接是這樣表 我是真的覺得那些家屬 就是為了要博取他們 爸爸媽媽的那種感受 每次都拿醫護人員的儲 其實還是非常不可取 所以這個名就在講說 入院之後從來沒有出現的家屬 一來就開始在那邊亂罵 說不給我爸點滴阿 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會 就是傻眼貓咪 就完全不知道要跟他們講什麼 然後來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Psyche家屬是什麼意思阿 就是 這也是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醫療界很常用Psyche這個字 那Psyche它就是 我們就會以Psyche去 去戲稱 有時候是戲稱嘛 可是我們在講Psyche的時候 就是在講它有一點 精神有一點問題的意思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說 Psyche家屬 Psyche病人就是 那個家屬就是精神有點問題 那個病人家屬有點問題 就是精神上面有點問題 所以像我們遇到這種 就是目前要衝進來亂罵的人 我們就會說 那個就是Psyche阿 就是它有一點精神上面的疾患 好啦我覺得這樣講不太好 可能有一點污名化精神 精神病的疾患 可以醫院裡面就 常常這樣子溝通 就會讓我們同Team的一些醫護人 就知道那個家屬 就是它有點 邏輯有點問題 就是不要去太 跟它爭辯之類的 我們就會說 那個人是Psyche之類的 對阿 雖然說我覺得 以實際上去想的話 這樣子的講法不是很好 有點污名化 那個精神疾病的一種感覺 可以這算我們的一種 溝通方式 跟大家解釋一下 好啦 好啦 那麼這集迷因 不知不覺講了兩個也十分鐘就過去了 我覺得 迷因這是一個講解醫院裡面 日常的一個好方式啦 那今天就是跟大家講這兩個迷因 那如果大家如果想要看 這個專業的其他迷因 你有特別對幾個有興趣 你可以留言給我 或貼連結給我這樣子 那我就會特別挑出來解釋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可能就這樣順順的做上去 因為之前是真的有人 就是貼那個出血那個給我 我就說 他真的很想要聽這則 我今天就為大家解釋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 那喜歡這個系列 就歡迎按讚留言分享 那也可以留言支持我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